普丁现在看来不只要制造全球的粮荒 还要限制惰性气体的出口 他想干嘛 他要复刻去年全球晶片一片惨况 缺缺缺 借此来遏制欧美先进武器 援助乌克兰吗 而乌克兰军方 今天晚上我们告诉大家 他完整拆解了俄罗斯的军备 从飞弹到战机都绕不过台湾的晶片 这仿佛就欺伤权一般 普丁你不是伤人又害己吗 今天我们独家为你揭秘 台积电早就超前部署 而且分散风险 如何一步一步打破普丁的致命盘算 没错 目前全世界的半导体 很担心所谓断气的危机 那为什么断气的危机 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 俄罗斯的商务部在最近宣布说 他要限制氦气还有奶气 等惰性的气体出口到年底 除非是经过俄罗斯官方的许可之外 是一律不准出口 原本其实俄罗斯跟乌克兰 是全世界最大的惰性气体的生产基地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 目前的马力波 还有之前的奥德萨 乌克兰的城市都已经被占领了 所以这主要产地 现在就只加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目前虽然只占 全球多性气体的30% 那等于是说他有话语权 虽然就决定什么 好 你们将匀住这个乌克兰的话 我必要的时候 我可以用半导 用这个多性的出口 去换我需要的这个半导体 回来我们国家 重点就最后这一句 观众朋友您来看到 计划以半导体来换 多性气体出口 你要我的多性气体可以半导体拿来 我们进一步就要来问了 到底它对于半导体 一片一片小晶片 依赖有多深 真的痛到了吗 没错 我们全世界都非常依赖这个晶片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其实俄罗斯的电子信息分析 中心的总经理他就说了 的确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不是全世界都对俄罗斯的半导体 进行一个禁运吗 特别是说 他说台湾禁止晶片 对俄罗斯的出口会有负面的影响 他当然点名的是包括说 像台积电还有联电等等的 这些公司 台积电跟联电这些公司来说 大家想说难道他是针对 台积电跟联电而来吗 俊相不是 因为我们台积电跟联电 目前已经说这个惰性气体 他们是供应到年底 都没有问题的 反而是美国的这些厂商 他们会比较担心 为什么俄罗斯会突然之间 就说我用惰性气体来对付你呢 人家就说是不是雷蒙多 你自己大嘴巴说出来了 因为雷蒙多在5月25号的时候 他又说了一件事 他说了美国有七成的这个尖端晶片 都向台湾购买 他特别还点名了这个刺针飞弹 刺针飞弹里面有250颗晶片 大部分都是跟这个台湾购买的 你能想象说这是多严重的 这个国安问题吗 所以在乌克兰战场 把俄罗斯的坦克 打得落花流水的标枪飞弹 里面用的就是台湾的晶片 对 所以你看 用了这么多晶片来说 你美国的晶片 美国的飞弹需要用到这个晶片来说的话 俄罗斯的飞弹何尝不需要用到这个晶片 所以等于说好你要痛 你限制我的这个晶片进口 那我也不让你生产出来 要痛大家一起痛 好 那为什么会这样说 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这阵子不是乌克兰 截获了非常多俄罗斯的武器吗 那我们来看他们就把它拆解 拆解之后你看 这是他们截获了相关武器 拆解之后的这个画面 你看电路板 然后还有这个整个架构都非常清楚 电路板就在旁边对不对 然后他们赫然发现说 里面来说的话 他们形容说俄罗斯的武器是谁 批的俄罗斯的外衣 但是是美国的骨架在里面 美国的血肉在里面 因为里面都是美制的晶片 他们就举说像铠甲S1的防空飞弹 他们随便拆解之后 发现有AMD 还有这个德州仪器等五个晶片 另外一个铠武12的直升机的 套塔电子系统里面来说 有22个是美制的晶片 另外一个包括说像KH101的飞弹 他说至少有35个美制晶片 所以说穿了 这一次来说的话是 美国的晶片在打美国的晶片 自己本身 打来打去来说 搞不好这些都是在台湾代工 所以就知道说为什么这个半导体 是那么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打掉一架你就少一架 少一架你库房就没有了 所以对俄罗斯来讲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怀疑说 他的后备支援前线是锻炼了 因为晶片打掉一架就少多少了 没错 所以他们现在用什么方式 当然有人就说他们去国外收购 一些二手晶片回来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 现在已经有人发现到说 他们去猜什么 在俄罗斯境内的一些洗衣机 洗碗机还有冰箱里面的晶片 用在坦克 因为我们必须讲 事实上在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之后 这些民用的晶片 大部分都可以用在军用 特别是民用晶片 搞不好都比现在的军用还要更加好 所以他们等于是没办法 因为目前的晶片被断供之后 他们只能够做这个下下之策 所以我们看到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一开始我们就告诉大家 他可能会使出这一招 他真的用上了 他禁止他的惰性气体出口 我就让全世界的晶片制造 通通一二三木头人 你回头来看 他再次推升了台湾晶片 甚至我们就看台积电 整个高度能见度 再一次被拱到新高度 我们卖的不只是军用晶片 我们卖的还有消费性电子的晶片 控制他们的使用 也控制了战场的结果 台湾居然站在这样的位置 没错 刚才雷孟多就说了 全世界70% 特别是美国70%的高端金面 都跟台湾购买 我们就讲到底这个具体的例子 特别是民用的市场里面 台湾强到什么程度 我们要苹果即将要举办 这个开发者大会 也就是WWDC 在这一次的会议里面 会发表这个iOS16 还有搭载可能是M2处理器的 这个新款的MacBook Air 这个我们把M2的处理器来说 是号称现在全世界的 最强的这个所谓的处理器之一 那当然它是由台积电的 这个帮它专门代工 所以你知道到事实上 这就是台积电的这个成就 跟台积电要发表的这个产品 好 那台积电目前的技术 可以说是已经打到这个 天下无敌手的这个状况 我们就讲艾斯摩尔 艾斯摩尔他们就是 我们知道它是全世界最大的 这个极脂外光机的这个厂商 你要这个7奈米以下 这个极脂外光机都要跟他买 他自己目前跟他说了 台积电目前朝1奈米的 先进制程卖进 那为什么他说得非常准呢 因为他本身在做机台 他一定要跟台积电 两个互相合作 所以他讲的就是台积电 目前的这个进度 那不只是艾斯摩尔这样讲 那Business Korea 就是韩国的这个媒体他就说 因为台积电目前的3奈米 大概已经完成了 预计在下半年可能在 9月可以量产 他说他们就在6月时候 把这个3奈米的团队 已经转回到1.4奈米的这个团队 务必求说在未来的这个所谓的 摩尔丁利里面来说 即使进入1奈米以下 他们都还可以继续在做 好 除了这个先进制程在做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 我们台湾人非常关心 或是美国非常关心的 这个亚利桑那州的这个建厂进度 我们可以看到说 目前的这个建厂进度 原本说是有延期 但目前来说的话 好像又on schedule 甚至有说可能在2024年 就可以营运量产 所以你看事实上 这整个画面里面来说的话 的确你看得出来说 亚利桑那州的确是 这个台积电的场 真的是如火如荼正在进行之中 过去几乎没有什么机会会看到 台积电会为了一个场 丢一段缩时影片让你看 它说明什么 我们刚才回到那两个重点 一个分散风险 第二个超前部署 中国大陆动作也很大 没错 中国大陆当然想要追上 因为我们实际上 因为艾斯莫的机台进不去来说 基本上10奈米以下几乎是做不出来 就目前这个南华早报一个消息 就说我们中国已经找到一个 新的这个弯道超车的方法 那弯道超车的方法是什么 它的报导是 中国半导体的专家 会议里面来说话 他说华为 因为华为有在研发所谓的 小晶片的这个技术 上海新微电子 他也是在做一个 这个算是小晶片的 相关的这个机台 所以等于说他们两个一起合作 然后在研发这个小晶片的技术上面 因为什么叫小晶片 我们仔细来看 实际上以目前台积电的这个 新的技术里面来说 5奈米 3奈米 他要把很多晶片包在一起的时候 他其实里面是一个一个一个晶片 那就是小晶片的意思 那他就说OK 我们就把很多晶片堆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的技术就可以追赶 我们的这个晶片的效能 就可以追赶过台积电 追赶过7奈米 5奈米这样一个状况 可是君强你知道吗 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因为所谓的小晶片的技术 你是要用在非常先进的技术里面 可能要用到3奈米 5奈米 然后你可以微缩 这样再组成个大晶片 这样才有力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小晶片 需要非常大量的先进的封装技术 目前中国也都没有 所以等于是说他们讲这个 讲老半天的话 连中国他们自己本身的专家都说 吐槽说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一件事情 研发纸上谈兵已经很辛苦了 还有什么更容易的砸钱最快 没错 好 那我砸钱 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在发展半导体的时候 都是砸钱 砸钱的话甚至就是海外收购 但问题是目前为止来说话 中国一家文泰科技 他是这几年在做一些 包括说像组装的业者 他这几年他透过一个旗下的公司 去收购英国的一家叫做NWF的公司 NWF在做什么呢 他其实是做一个包括说像 一些所谓的雷达的一些相关用的晶片 就没想到 因为他这个是涉嫌到手的国家安全 所以这一件事情 已经被英国政府盯上 英国政府有可能会不允许 他收购这个NWF NWF有可能会被谁收购 有可能会被美国财团给收购走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 这一次恶物战争 跟告诉我们一个铁针针的事实 就是晶片在战争之中 或是在未来的世界里面 真的是无法缺少的东西 在哪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